这个女人挥剑跳到九米高 眼看就要刺中女孩 突然她肩膀上出现一只虫子 直接跳到女人手上 她赶紧用手去拍 结果又跳到了她脸上 给她盯了一脸的包 可最后还是被女人抓住 她把虫子扔向空中 随后一剑刺了上去 小虫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她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竟然变成了一位妙龄女子 这虫子哪里买的 我要去买一箱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漫天表示惹不起 还是先走为妙 唐宝第一时间找到落十一 上去就问别人自己好不好看 十一母胎单身至今 哪里见过这场面 直到唐宝说了一些 她还是虫子时候的事情 落十一才反应过来 给人家虫子都弄害羞了 这天小谷看门外的莲花好看 便将其踩了下来 给师傅做了一碗八宝粥 白子画长了一口感觉还不错 可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这并脸从后而来 我看后院那个莲花开得特别好看 我就想到了这个菜 这千年冰莲 是我从极北苦寒之地 移植过来 我细心栽培了好些年 好不容易才开了几栋 你居然把它给吃了 罚你不许吃饭 为了表达对师傅的歉意 小谷却给她的花草浇水 可却不小心被刺中 手指还流出了血 糟了 这是我培育了几十年的药材 败家子 照这样下去 老白的家当要被你败完了 对不起师傅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罚你倒了一看书 这边宁漫天和尹上飘又开始整活了 尹上飘在她的银针上涂上了喜飞散 只要花千谷中招了 她就会失去先姿成为普通人 那样就不能做尊上的徒弟 而宁漫天就有机会了 这边小谷还在为被罚的事难过 突然一位师兄出现在面前 想我了吧 小不点 竟然是沙姐姐 趁着白子话不在 她带着小谷出去游山玩水 两人坐在凤凰身上兜风 沙千谷看见水里自己的倒影 瞬间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小不点 你说 姐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小谷也很配合地说 对啊 你为啥这么好看呢 可惜啊 我的容貌 虽然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 但这法力 为什么就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 两人又来到了一片花草地 这里的花是沙千谷特意从各地采来的种子 小谷说想搬一些去绝情店 沙姐姐说你全搬都行 小谷说那你难道不喜欢花吗 这个世界上又有哪种花比我漂亮 与其喜欢花 还倒不如喜欢我自己呢 你说呢小不点 是的 姐姐你最漂亮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自恋之人 两人潇洒完了之后 沙姐姐准备送小谷回绝情店 可小谷怕被别人看见 坚持要自己回去 然而就在回去的路上 被倪漫天和尹上飘堵住 她两表示想和花千谷切磋切磋 小谷不想理他们 倪漫天却不依不饶 尹上飘剑撞直接发射毒针 住手 关键时刻朔锋来了 两人见计划已经成功 便直接离开了 小谷回去练功时 发现竟然提不上内力 她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能强行继续修炼 而唐宝也发现了不对劲 小谷已经在里面待了太久没出来 这时白子花走了过来 唐宝赶紧上前 骨头已经三天三夜没出来了 他会不会练功已经走火中魔了 果然小谷已经走火入魔 他立刻上前一顿看不懂的操作 几根银针飞了出来 紫花 这是怎么回事 小谷中了洗碎伞的毒 他应该是发现了 强行运功压制 随抖这艘红武 可如今要救他的花 只能替他打通仙脉 紫花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要替他打通仙脉 你疯了吗 且不说会耗费百年功力 一不小心 你自己也会心里难保 我既然说他没同 就必须对他负责 紫薰剑说不动他 只好在一旁替他护返 次日小谷安然无恙地醒了过来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他立刻去跟师父道谢 还得知自己进入了入微之境 也就是可以开通摄像头了 小谷第一次开摄像头会看谁呢 谁